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猎王记下》第八章 《猎王记下》第八章总共有二十九节 这一章的内容是在讲 书念的妇人重新得回土地 亚兰王哈薛、犹大王、约兰和亚哈谢 我们把这一章分一下段落 第一段是一到六节 从前接待过先知以丽莎的书念的妇人 重新得回土地 第二段是七到十五节 亚兰的哈薛、篡位作王 第三段是十六节到二十四节 犹大王、约兰 第四段是二十五到二十九节 犹大王、亚哈谢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十一节到十三节 圣经这样说 神人定睛看着哈薛 甚至他惭愧 神人就哭了 哈薛说 我主为什么哭 回答说 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 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 用刀杀死他们的壮钉 摔死他们的婴孩 抛开他们的孕妇 哈薛说 你仆人算什么 不过是一条狗 也能行这大事呢 以丽莎回答说 耶和华只是我 你必做亚兰王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接着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段 一到六节 书念的妇人得回土地 我们之前在第四章 看到过书念妇人的故事 她如何接待先知以丽莎 神又借着先知以丽莎 预言她生儿子 后来又使她死去的儿子 从死里复活 本章的一到六节 其实就是接续四章 三十七节以后的故事 一般的看法是 这件事应该发生于 乃曼大麻风得洁净之前 这是因为 这一段当中并没有出现 以丽莎 而是以基哈西 作为正面的主角 若是在这段故事中 基哈西已经换大麻风了 那她自然就不会在 王的面前出现 但历来对这段圣经的看法 都不一 有的人认为 在第七章中 所讲的四个大麻风病人 其中为首的就是基哈西 而另外三个是她的儿子们 他们后来因为勇闯 亚兰人的军营而有功 因为他们向王 及撒玛利亚合成的人报告 亚兰人已经逃跑的消息 所以后来 约兰王就让基哈西 有机会在他的眼前 但也有人认为 此时的以色列王 应该不是约兰 而是耶护 因为约兰 对以丽莎的事迹 非常的熟悉 不需要基哈西再多讲 但相比起来 耶护对以丽莎的事迹 就比较陌生 于是基哈西就有机会向耶护 介绍以丽莎 有人问到 那基哈西已经换了大麻风 不需要逃离社会吗 一般的看法 还是认为 那时他身上所患的大麻风 跟后来的大麻风 有所区别 不管怎样 总之有不少的讨论和看法 本章的一开头 告诉我们 先知以丽莎 曾经给书念妇人的嘱咐 说 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 你可住的地方去住 因为耶和华 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 这里所提的 要降在以色列的饥荒 是发生于 雅哈的儿子约兰 统治的后期 这显示了 神像雅哈王朝 莫次的审判 他们因为不信靠神 导致通国 都遭受到神的刑罚 由于那段时期 苏联的妇人 一直热心的款待 以丽莎和她的门徒们 所以以丽莎就告诉妇人 灾祸已经破尽 自给自足的日子和生活 很快将不再继续 妇人带着全家 必须得去寻找 可以居住的地方 我们在圣经当中 前面看到 亚伯拉罕也曾经遇过饥荒 以撒也遇见过 雅各也遇见过 但在那个时候 除了神 后来许可雅各 去埃及投奔儿子约瑟 神未曾 告诉亚伯兰和以撒 离开迦南本地 但本处的经文 就告诉我们 神借着先知以丽莎 明确地传话给 接待过以丽莎的书念妇人 许可他们全家 去寻找可居住的地方 直到饥荒完毕 第二节就让我们看见 妇人就起身 她顺服地 按照神人的话 带着全家 往菲利士地区 一住就是七年 菲利士地 是迦南地 西南沿海的一片平原 当时还有一些残余的 菲利士人在上面经营 相比起被神惩治的 北国的大片的土地 那个地方 仍旧属于 是可以居住的地方 有充足的雨量 和正常的庄家的收获 转眼七年饥荒过后 妇人带着全家 又回到以色列地 这时就发现 他们曾经控制的土地和家业 已经归给国家 或者可能 被一些私人团体所接管 如今 饥荒虽然结束了 但书念妇人一家 希望得回自己的产业 却变得非常的困难 于是三姐说 她就出去 为自己的房屋田地 哀告亡 这里以书念的妇人为主角 很能显示 她是全家最得力的人手 一般按猜测 她的丈夫因为年老 可能已经死了 另外 由先知以丽莎 所预言而生的儿子 后来又经过从死里复活 但那儿子如今 应该还没有成人 所以就没有参与到 法律的诉讼当中去 正当书念的妇人 在申诉自己的案件同时 经文当中描述 当时的以色列国王 正在做另外一件事 而恰巧 这件事就与书念妇人有关 大家都猜 这时的王 应该就是后来的耶护 经文中说 王邀请了 以丽莎的仆人基哈西 来向他描述 先知以丽莎 所行过的歧视 而正当 基哈西向王 会声会色地 讲述 以丽莎如何使 书念的妇人的儿子 从死里复活以事时 刚好就碰到 书念的妇人 为自己的田产家业 向王申诉 这一巧合 来得非常的巧妙 而正当基哈西将故事 讲到最高潮时 妇人就出现了 于是便更加证明了 基哈西所讲的 故事的真确性 于是基哈西 十分的高兴告诉王 我主我王 这就是那妇人 这是他的儿子 就是以丽莎所救活的 当经文当中提到 这是他的儿子 就显示妇人 是领着自己的儿子 来到王的面前的 第六节告诉我们 以色列王亲自过问那妇人 他就将自己的事 都告诉王 我们相信 在那妇人所讲的事中 不单单是有关 房屋田地的 肯定是也有妇数 以丽莎让自己的儿子 从死里复活的事 王非常的高兴 于是为他专门派了一个太监 来处理他家的案件 并且明确下命令说 凡数着妇人的都还给他 不单单要归还 房屋田地 甚至还包括 自从妇人带着全家离开本地 直到今日 田地当中的出产 也都要归还 在这里我们看见 书念妇人所得到的 乃是超乎他所想所求的 他得到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原有的房屋和田地 二甚至是他离开家这段时间 田地当中的出产 这实在难以想象 甚至在以往可能都没有先例 在这里 以色列王显出了无比的恩赐 同时 基哈西的形象也十分的正面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 基哈西也不是全无是处的 他也有着该肯定的一面 不管此事所发生的事 究竟是在他患大麻风之前 或者是患大麻风之后 在《猎王记》下第八章 有两件事都显示了 以丽莎先知 透过启示 预言和预见的能力 一件就是书念的妇人 产业得归回 另外一件就是预言 亚兰的军长 哈薛成为亚兰王 这两件事都显示 神与先知同在 虽然没有行神迹 但是先知里头的看见 却明确显出了 神使用先知 所达到的程度 我们先提一下第一件事 大家还记得 在《猎王记》下四章十三节时 以丽莎和门徒们 由于常常得到 书念妇人的款待 书念妇人 甚至还征得丈夫的同意 在家里的楼上 给以丽莎建了小房屋 所以后来以丽莎 就问寻过书念的妇人 说你对她说 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 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你向王或元帅 有所求的没有 四章的十三节 表示以丽莎 很愿意为书念的妇人 做一件事 来回报她 但当时 书念的妇人无所求 她就回答说 我在本乡安居无事 后来以丽莎 才透过普人基哈西 得知她没有儿子 并且她丈夫也老了 而到了本章 当书念的妇人 带着全家 从菲利士地回来 我们看到 他们家面对一个重大的需要 就是妇人要出去 为自己的房屋填地 哀告王 所以大家看见没有 其实以丽莎先知 老早就遇见了 有一天 妇人将会有需要 而这一需要 要透过法律的程序来解决 也就是 以丽莎所说的 要有以色列王或元帅 才能将问题解决 所以后来 才发生了以色列王 得知以丽莎和妇人的故事 并为妇人 妥善地处理 房屋和田地的事 这其实都在证明 神尊荣他自己的先知 神透过先知 所预见 或者是预言的话 迟早都会成就 而我们之所以会说 妇人所得到的 是超过自己所求 所想的 其主要的原因 是我们特别要留意 妇人所行的 从第四章到第八章 我们都看到了一位 顺服的书念的妇人 她一直听神 借着先知向她讲话 而且在她力所能及的时候 全心全意地 款待先知和先知的门徒 所以 马太福音第十章 四十一节的话 又落实在了她的身上 主耶稣说 接待先知的 必得先知的赏赐 这话是真的 妇人和她的全家 就因此得福 神透过以丽莎先知 预先看见 并预言的第二件事 就是我们接着要看的 第二段 第七到第十五节 亚兰王 辩哈达的军长 哈薛 篡位 成为亚兰王 第七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以丽莎来到大马士革 当时 亚兰的国王 辩哈达 正在患病 有人向她通报说 神人 来到大马士革了 圣经的经文 没有告诉我们原因 究竟为什么 以丽莎要往大马士革去 一般的猜测 很可能是按照 猎王纪上 第十九章 第十五节的话 完成一件 当日 以利亚 没有完成的事 那便是 要到大马士 去高 哈薛 做亚兰王 辩哈达 知道 以丽莎的到来 于是就吩咐 君长 哈薛 说 你带着礼物 去见神人 托他求问耶和华 我这病 能好不能好 从这节经文显示 边哈达 为以丽莎的到来 设了王家的欢迎仪式 他的君长哈薛 后来是领着 四十只骆驼的队伍 托着大马士的 各样的美物为礼物 去见以丽莎 边哈达的意图 非常的明显 他想借此 来收买先知 如果以丽莎 能够像异教的先知那样 用魔法来治病 那他就可以从病中得痊愈 一般的圣经学者和专家都认为 此时此刻 以丽莎在亚兰国的声望非常高 所以这件事应该是发生在 他是亚兰国的元帅 乃曼的大麻风得洁净之后 同时 这事情也应该发生在 以丽莎在多滩 征服了亚兰军 同时又告诫以色列王 仁慈的对待亚兰国的俘虏 这样的事情之后 大家可以参考 《猎王记下》六章的第二十三节 当哈薛与以丽莎见面的时候 有两个方面需要我们注意 一就是以丽莎对哈薛所说的话 当哈薛恭敬的向以丽莎说 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 他问说 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以丽莎对哈薛说 你回去告诉他说 这病必能好 但耶和华指示我 他必要死 在以丽莎的回话中 已经明确的回答了 便哈达所害的病 并不是致死的病 最终是他死的 不是因为那病 但是便哈达必然会死 而这死是由于另外的原因 这另外的原因 就是后面十四节十五节的话 哈薛后来暗杀了便哈达 所以最终导致便哈达死的 不是他所患的那病 而是哈薛的暗害 而这一切 在当哈薛站在以丽莎面前时 在以丽莎属灵的眼睛里 他都通过神的启示 预先看见了这一幕的 一切的细节 所以什么即将发生的事 都瞒不过神 同时也瞒不过 神所使用的先知 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重要的事 是十一节到第十三节 先知以丽莎 预言哈薛 即将要掌权 而且他将会成为 以色列国的大敌 对神 以色列的百姓 大加苦害 尤其当读到第十一节 我们可以感受到 这是在旧约圣经当中 当描绘先知的时候 圣经的经文 非常的真实 并且动情的一处 经文告诉我们 当时神人定睛看着哈薛 甚至他惭愧 神人就哭了 神人为什么看着哈薛 甚至到他惭愧的地步呢 我们可以想象 先知以丽莎 犀利的目光 可以指导 哈薛的灵魂深处 这位表面上千功 但心中却有着阴谋诡计的人 她的内心世界 在先知面前 一目了然 而当以丽莎 定睛看着哈薛时 我们相信 在以丽莎的眼前 就出现了一幕又一幕的情景 这一幕又一幕的情景 都是哈薛所带领下的亚兰国 给北国以色列带来的 深重的灾难 那可怕的情景分别是 以色列的宝杖将要被焚烧 以色列的壮钉将要被杀戮 以色列的婴孩要被摔死 而以色列妇女当中怀孕的 要被仇敌的刀抛开肚腑 为着以色列家 所要遭受这深重的苦难 以丽莎先知哭了 在情感上 她无法承受这极大的悲伤 我们在后来圣经的经文当中 的确可以看见类似的描述 以色列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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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房屋 必被抢夺 他们的妻子 必被玷污 另外 何西阿书十三章十六节说 撒玛利亚 必担当自己的罪 因为背逆他的神 他必倒在刀下 婴孩 必被摔死 孕妇 必被剖开 另外大家可以参考的经文 是《猎王记》下十章的三十二节 十三章的三到七节 还有二十二节 还有阿姆斯书的一章三到五节 神借着先知 以丽莎的看见 预告了 将要发生在 无数北国以色列人身上的事 他们因为犯罪得罪神 而最终必然会落在 这残酷之人的手中 而这么深重的刑罚和痛苦 谁能担当得起呢 所以 为着悖逆的百姓 和他们可怕的结局 我们若能体会先知的心肠 真的就会不由得 与先知一样哭泣 经文的十四节 十五节 告诉了我们哈薛的创位 和变哈达的结局 哈薛在见到变哈达时 只将先知所说的一半的话 告诉变哈达 次日 可能是变哈达正在熟睡时 哈薛拿着背 浸上水 蒙住了变哈达的脸 将他捂死 哈薛用这种方法暗害王 是为了让人相信 王是自然死亡 当哈薛篡位时 经文没有记载 以丽莎是否还在大马士革城中 按照历史记载 哈薛是由主前 八百四十一年到八百零一年 做亚兰王 在这段时间里 在北国的以色列 分别有约兰 耶护和约哈斯在做王 而在南国犹大分别是 亚哈谢 亚他利亚 我们住下住姐 这位是亚哈和耶西别的女儿 她是篡位短时间做王 另外就是约阿斯 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段 十六到二十四节 南国犹大王约兰 南国犹大王约兰登基的时候 当时是北国亚哈的儿子约兰 做王的第五年 犹大王约兰的父亲 约沙法还在位 这一年 犹大王约兰三十二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 总共八年 关于犹大王约兰的事 大家注意一下经文对他的评价 也就是第十八节 第十九节 圣经说 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 与亚哈家一样 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约兰能娶了亚哈和耶西别的女儿 这方面可以说 约沙法王是有责任的 从总体来讲 约沙法在犹大历史上是一位好王 但是他三次与亚哈王朝合作 并且让儿子与亚他利亚结婚 却是非常不好的举动 可以说 约沙法为儿子约兰立下了坏的榜样 到后来 北国以色列邪恶的风气 严重的影响了南国犹大 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 约兰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 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 等我们读到历代之下 二十一章十二节时 大家还会读到关于约兰的 更坏的资料 十九节我们特别注意到 神的怜悯 经文中说 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位的缘故 仍不肯灭绝犹大 照他所应许大位的话 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 约兰在位的时候 另外一件事很令人瞩目 那便是以东背叛尤大 一般按猜想 以东的背叛应该开始于 约兰的父亲 与以色列以及以东 围攻摩亚国之后 大家看《猎王记下》的第三章 从那以后 不单单摩亚脱离 北国以色列的统治 以东也成功的背叛南国犹大 二十一节的话是在讲 约兰曾经召集南国犹大的军队 想去挽回 以东叛变的局面 结果在撒意一战 不单单没有成功 不单没有办法打败以东人 反而被以东人围困 最终是用突围的方式逃跑的 从此 以东人正式的脱离犹大的管制 圣经同时也告诉我们 另外一个地方 利拿人也被判了 约兰起初作王的时候 和他父亲一同设政 他总共统治犹大国八年的时间 按照历代之下 二十一章二世纪的说法 他最终死于一种可怕的肠子疾病 大概由于他在世的时候 太过邪恶 没有人爱戴他 所以当他离世的时候 经文说 没有人哀悼他 按照圣经经文的说法 圣经的作者将以东人和利拿人的背叛 都看为是因为约兰离弃了耶和华 他列祖的神的后果 其中最惨的是 在去世的时候 无人私目 犹大众人虽然将他葬在大卫城 但却不将他葬在列王的坟墓里 这都表明因为他的悖逆而被区别对待 大家可以参考历代之下第二十一章八到十节 还有十八节到第二十节 最后我们看一下第四段 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九节 这一段讲到当约兰死了以后 约兰的儿子亚哈谢 接续他做王 他在登基的时候二十二岁 只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年的时间 亚哈谢有着不好的爸爸 还有着不好的母亲 因为他的母亲恰恰就是 北国以色列的王和王后 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 亚他利亚 所以二十七节就告诉了我们 圣经对他的评价 亚哈谢不效法自己的祖家 也就是大卫家 好的君王一切所行的 他乃是效法亚哈家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在神和先知看来 他与亚哈家一样 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 当大家读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的时候 就会发现亚哈谢的做法 与他的爷爷约沙法一样 他与自己的舅舅约兰 一同往基列的拉末去 要与亚兰王哈薛征战 这就很像从前 约沙法帮助亚哈 去基列的拉末 与便哈达征战一样 但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所说的话 为接下去的第九章做了铺垫 圣经上告诉我们 南北两国的王 此次的联盟同样不能成功 北国以色列的王约兰 被亚兰人击伤 约兰没有回到撒玛利亚 而是回到了耶稣列 去休养 与哈薛征战所受的伤 而犹大王约兰的儿子 亚哈谢 则是因为自己的舅舅 北国的王约兰还在病中 就吓到耶稣列去看望他 这一切都为第九章的故事 埋下了伏笔 最终无论是南国的王和北国的王 都死于耶护的手 所以总的说来 圣经说 亚哈谢做王一年 这还是一个笼统的时间 实际上 他真正做王的时间 应该少于一年 在整个的以色列历史上 神通常对待那 背逆他的 不顺从他的君王 一 或是让他们不会活到 满足的授数 二 就是减少他们执政的时间 神透过这两方面 让人得以知道 神喜悦人的是哪方面 同样人 遭惹神恨恶的 又是哪个方面 好的弟兄姐妹 今天 《猎王记下》第八章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在看这一章圣经时 尤其是头两段 请大家分别 向第一段 请去结合 《猎王记下》第四章来读 看一看 总结一下 书念的妇人 蒙得神如此大的恩惠 与他在以前 款待 接待先知的方面 有什么关系 另外 大家要注意一下第二段 在先知 启示性的预见中 他预先看见了 神的子民 以色列人 将会在 亚兰王 哈薛的手下 遭难 而先知的哭 于新约的时候 主耶稣 为耶路撒冷城 哀叹 这两者之间 有什么联系 好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每一天 都带着充足的信心 和感恩的心情 来到主面前祷告 愿慈爱的天父 将他荣耀又甘甜的恩典 伴随你和我 生活和读经的每一天 读到旧约历史书 我们不断地会看见 神在以色列和犹大君王面前 让人面对两条路 一条是顺服的路 一条是悖逆的路 其结果是 人走顺服的路 就会蒙福 人走悖逆的路 就会遭祸 愿你我今天 能够在神圣灵的帮助之下 靠着主的恩典 每一天都活在圣洁的律中 不断地在他恩光之下得引导 在他大能的护匹之下得保守 这样我们就不会 再重复以前人的失败 反而能够心意坚定地 勇敢坚强地 将生命蒙福的道路走到底 而神必将他 在他儿子里面 给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福分 都成就在你我的身上 感谢我们的神 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